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 Fever Sound.com 今天我不是Fever Sound.com 今天我在哪里呢? 认不认得后面的那个弹呢? 不认得, 没关系 你们起码都认得这个文化中心吧? 今天是尖沙咀的荒浪音响 但上来我不是听音响 严格上来都是听音响的 但其实不是主要听器材 制作工程的示范 一会儿荒浪音响的Campoon 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究竟今天我们有黑胶唱盘 有唱袋放大器 也有这个ADC转换 究竟在玩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 现在我们研究了六年 在WISE的DAC501502 的生产品里面的新技术 就是今天讲的一个黑胶技术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DMM的黑胶模擬技术 是由和Stockfish 即是老虎与一起合作 大家可以播放数码的时间 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好像听着一个DMM的黑胶 但除了这样之外 其实它的玩法还有很多种 今天就是特意为大家示范一个新的玩法 我手里面 现在就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般的唱片 不是一般的黑胶唱片 它是一张我们叫做 Acetate Disc 就是说好像Lacca 是一张黑胶的舞带 这个是完全的Groove 是由刀切出来的舞带 这个Acetate Disc 现在我们就会放进一个Chronos 就是我们最美的一个顶级的黑胶唱盘 播放 加上这个Vitas Audio的唱头放大 变成了这个顶级的组合 就可以把它数码化 这张碟也是在WISE里面 特制的一些频率 所以我们知道信源是什么 经过了这一套顶级的器材播放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究竟这个播放的黑胶 加入它的味道是什么 这个Chronos的盘子开机很有趣的 是用Touch Grid的 就是如果你看手掣 按着它两秒左右 它就会开机了 它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两层的 因为每一个黑胶转盘 它转的时间 它一定会有一个Torque 这个Torque的动力 是它现在用了两层的 用反方向时针转 它就可以抵消到了 然后我们可以 下针 但是我们可以应该 先开机 我那边要先录下机 这里就是现在这一边的Console 在那边的组合 经过了WISE的ADC2之后 ADC2是Erik Chan借给我们的 多谢他 经过了WISE之后 我们会有一条Fiber Optics 用光纤的方法 就是Chiron Glass 也是WISE的出品 就会直接来到这个Console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nsole 把黑胶里面的东西 录成了一个数码的版本 好 就在那边下针 下针之后 它在这边播放的东西 就在下面的Meter 都会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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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画面那里看到 就是它一些Test Pattern 就是一开始 WISE 完全知道了 Test Pattern 究竟是什么的音源 亦都很大 中间所有东西都很清楚 由这个原本有的Test Pattern 再经过了黑胶 然后由黑胶 用我们现在的Chronos 和Vitas 播放出来之后的声音 就会记载了一个数码版本 由这个数码版本 和原来的一个原本的版本去比较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中间加入了什么的信号 这个信号 就是我们为什么 听到黑胶里面好听的地方 唱头是什么唱头 MP500 好的 这个 这个唱头 没错 所以变成了不同的唱头 不同的唱臂 整套黑胶组合 都会在里面 将一些声音 混合在一起 我可以用 例如 老虎语的50%的DMM 然后用另外50% Chronos 加Vitas的声音 还有一些Room EQ EQ 和其实未来模擬 一些analog的器材 都会是我们的目标 包括了现在有黑胶模擬 但是同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开卷式模擬 和我们可以用胆肌的模擬系统 没错 没错 但是现在它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数码信源 所以未来里面来说 你用DLNA 用USB播放 甚至播放你的CD 你的CD按一个键 会变成了黑胶的CD 就是变成了DMM的CD 那这个也是一个 新科技的发展 而这个研究 我们用了五年时间 我们都说过 曾经想 2013年就看到DAC 501 502 但是等到2017年 才看到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就完成了 哦 这个机器出的时间 就会有的了 但是就未必有 Cronos 这个我就会拿过去 给他们工程师研究 然后再进行 但是 501 502 因为它插着网线 所以你在网线里面 按一个键 你就可以更新 这些材料 对了 有DMM 有EQ 和应该会有3D Audio 那我接待这个501 502 好 大家跟我说 谢谢 其实它整个盘子 都是圆浮的 是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震动 看到它上下都是圆浮的 最主要它的专利技术 就是因为它反方向时转 所以它本身任何转动的东西 有的动力 就因为它反方向转 可以互相大消耗 所以我们变成 我们在播放的时间 就算有任何在旁边敲 或者撞到桌子 那它都会完全没事的 那它都会完全没事的